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餐桌的摆放原则 餐桌的摆放原则是 以顺时针方向为好 这样有利于家人之间感情的融洽和健康 不会因个人习惯而造成不好的影响 餐桌不宜对着镜子摆 否则在用餐时便会出现尴尬的局面 不利于家人间的交流沟通 餐桌既朝北 这是一种不吉利的风水之道 北方为一阴一阳两个方位 如果将餐桌直接对着这个方位摆放的话 会让家人的情绪变得暴躁敏感的 如果将餐桌摆在这两个方位之间的话 那便容易使家人产生矛盾 而且也会使夫妻间的感情产生裂痕 同时对于家里有老人或者孩子的家庭来说 这种摆放方式是很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2.北墙不宜靠后 家住北方的人要注意 家里的北墙不要摆在厚厨的后面 也不要放在厨房和卫生间之间 因为餐桌的摆放一定要注意 不能和炉灶以及卫生间直接接触 否则会影响家人身体健康 因为北墙是家中最阴凉的地方 3.不能随意将餐桌和厨房相连接 将餐桌与厨房连接 从风水上看是不太好的 因为这样会将家中的财气和财运相互阻隔 特别是在家中厨房在火旺处 而餐桌是冷火旺的 容易造成家人之间的争执或者是口诀 影响家人之间的关系 4.不可随意将餐桌靠在其他地方 餐桌摆放也有讲究 不能随意将它靠在其他地方 否则会使家人的运势变得不稳定 比如一家人在一起吃饭 而另一方却没有吃饭 或者是在一家人工作中 而另一方却没有吃晚饭 这样就会影响到家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两个人之间感情不和的话 那么很容易导致家庭关系破裂 家在北方和南方的人要注意 餐桌不要靠卫生间或厨房等处 这样会使家中的风水变得不稳定 甚至是不急 如果要靠卫生间厨房等处吃饭的话 那么建议餐桌摆放于卧室中 5.餐桌不能摆在沙发的对角线上 有些人喜欢把餐桌放在沙发的对角线上 认为这样可以突出自己的地位 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沙发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位置 在摆放时要根据家里的具体情况来定 餐桌不能摆在沙发的对角线上 这样会使家人出现心理距离 也不能把餐桌摆在对角线上 而是放在与客厅相对的位置 或者是厨房、卫生间 餐桌是与沙发相对位置 因为在风水中 餐桌代表着家人之间互动、交流 所以饭桌一定要摆在沙发的对角线上 不然会影响到家人之间的感情 6.不要将餐桌对着大门 餐桌不要对着大门 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摆放方式 这是因为这种摆放方式会将家中的财运给带出去了 如果家中有这样摆放的话 那么家人之间就很容易因为金钱而发生争执 甚至会闹得不可开交 可以把餐桌移到一个不显眼的位置 比如沙发后面或者靠墙处 也可以把餐桌摆在屏风后面 或者是屏风与房门之间 7.餐桌不宜悬挂镜子 餐桌上如果悬挂镜子 会对人的气场产生影响造成不稳定 容易出现不安的情绪 在风水中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吉利的 会让人产生心神不宁的感觉 所以最好不要在餐桌上悬挂镜子 或者是把镜子挂在餐桌上方 把餐桌不宜摆放在阳台或者厨房 现在很多家庭为了节省空间 将餐桌放在客厅里 而餐厅是家中比较私密的地方 家人在这里吃饭 所以会觉得有些别扭 其实这种摆放方式是不科学的 而且不利于家人之间感情交流与沟通 因为在风水雪中 阳台或厨房是属于火库所在之地 而餐桌放在这些地方 也会导致家人在用餐时 容易因为火旺生活 而且餐厅属火之地 而餐桌属土之地 两者皆属火 9.餐桌大小符合房间布局 餐桌的大小不可根据个人喜好来选择 而要根据房间的布局来选择 若餐厅面积不宽敞 却选择大餐桌 就会形成厅小抬大的格局 这样会阻碍家人活动 影响气流运行 但若餐厅很大 餐桌却很小的话 则会给人一种小气孤寂的感觉 10.餐桌堆放太多杂物 餐桌是吃饭的地方 除了可以摆放水果饮料外 最好不要将其他杂物摆放在餐桌 因为杂物本身是堆积煞气的 煞气堆积过多会破坏餐桌风水 这种在风水上是不利于聚裁的 2.餐桌形状对风水的影响 1.椭圆形 对于使用椭圆形餐桌的家庭 家庭成员很容易组合派别或分裂 而形成一股相争的力量 因此最好避免使用椭圆形餐桌 尤其是大家庭 2.正方形 正方形餐桌一般很少被人使用 有些可能因为其他特殊用途而合二为一 例如麻将桌和餐桌一起使用 用正方形餐桌的家庭 每个成员之间很容易产生对立和勾心斗角的冲突 也会出现各自修行各怀鬼胎的现象 况且正方形只能容纳四个人 会带来一种冷清和孤寡的感觉 3.长方形 长方形餐桌多为中等收入或以上的家庭使用 也可能是因为屋内餐厅面积的限制而使用 不管是什么原因 使用长方形桌子的家庭很容易出现主客之分 这意味着一家之主的地位会更加突出和明显 在情感交流和沟通方面 也会出现一种指导或命令式的现象 4.多边形或不等边形 这只会在某些情况下使用 与适应房屋的内部面积 或者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 有这种形状餐桌的家庭 往往会有飘忽不定的事情 家中个人亦会聚散不定和不团结 甚至容易精神分裂的情况 5.形状怪异的餐桌 很多商家为了追求时尚和客户的需求 会设计各种形状的餐桌 而人们对这些形状的餐桌也深受喜欢 虽然这些奇形怪状的餐桌适合用来装饰房间 但对于风水而言是不好的 部分人因为使用不适当的餐桌 导致财运不济 健康有损家不和睦 因此最好还是选择圆形或方形的餐桌 3.餐桌的颜色有哪些风水讲究 1.餐桌颜色风水与性格 餐桌的颜色与性格有一定的关系 一个人是怎样的性格 就会通过他的餐桌颜色来反映出来 餐桌的颜色与性格之间是存在一定的联系 不同颜色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 如红色代表热情奔放热烈的 绿色代表自然宁静以及希望与幸福 紫色代表神秘和高贵 粉色代表浪漫爱情 所以说不同颜色所显示出的色彩也是不一样的 2.餐桌颜色与健康 餐桌的颜色对健康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餐桌颜色会影响人的食欲和消化 所以餐桌颜色必须与饮食相搭配 才能让人更好的进食 绿色在夏天是最合适之色 而用绿色的食物制作出来的美食 会让人胃口大开 另外白色蓝色等都是很好的颜色 会让人心情舒畅 黑色褐色等也是不错的选择 餐桌也要注意 不可使用太多浅色系的饭菜来做色系搭配 这样会影响食欲和消化功能 3.餐桌颜色如何摆放 餐桌的颜色也是有讲究的 首先在布局上应该以自己喜欢的色调为主 这样才会有好的风水 那么在餐桌颜色摆放上该如何摆放呢 一般建议大家选择浅色系的餐桌进行装修 在色彩搭配方面 尽量不要使用太多色彩鲜艳过于强烈的颜色 会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冲击 尽量选择一些柔和宁静的颜色 这样才不会让人产生烦躁与不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